谁也没想到,他凭一部《神探敌人节》大伙,妻子患癌时却主动提出了离婚。 那么张子健都经历了什么呢? 很多人认识张子健还是从《神探敌人节》中的原方开始的。 其实早在1995年,张子健就凭借在《白梅大侠》中饰演的反派人物王胜义搅火了一把。 此时的张子健不但收获了名气,也认识了妻子李婷。 当时的李婷在剧中饰演陆小英和陆小倩和张子健结婚以后,李婷先后出演了几部热播剧,而张子健在那几年一直处于事业的低谷期。 2003年,李婷感觉身体不舒服,就去了医院做了检查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李婷检查的结果是乳腺癌晚期。 李婷想到了年迈的父母,想到了年幼的女儿,坚强的她只告诉了弟弟和丈夫张子健。 她决定瞒着父母。 在李婷重病后,2004年,神探敌人节开播了,张子健在里面饰演圆芳一角,这让张子健迎来了事业的春天。 苦熬了多年,丈夫终于火了,李婷却选择了离婚。 那么李婷为什么要离婚呢? 李婷还在的时候,一直闭口不谈,张子健一次采访中说,李婷患癌后,她怕拖累我和女儿,使她主动提出了离婚。 2005年,病情稳定以后的李婷重新又投入到拍戏的工作中。 离婚几个月后,在好友的介绍下,张子健认识了离异病带儿子的方云。 2007年,两个人结了婚,后来张子健把女儿送到了国外读书。 2012年的8月13日,李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年仅13岁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匆匆地从国外赶回了家。 四天后,张子健和女儿一起送李婷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 家人们,你看过张子健饰演的哪些影视剧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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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